5月报税省税金 想结税,见保费这样申报没扣除额上限 5月报税季马上又要到了,如何结税省荷包往往令人伤脑筋 你一定要知道,见保费申报其实有小技巧可以省税金 卫福部见保署佐,9日提醒,申报个人综合所得税时,若采取列举扣除额的结算方式 那么见保费与补充保险费都可全额列举扣除,且不受24000元保险费扣除额的上限限制 报税小确幸 卫福部见保署财务组科长张局之指出,财政部今年放宽健保费扣除规定,若是抚养直系亲属也可申报列举扣除 其他保险及商业保险等,每人每年可扣除的人身保险费上限不能超过24000元 不过只要是采列举扣除额,健保费就不受此限,去年缴多少就能在报税时列举多少 因此,不菲民众选择列举扣除额会比标准扣除额来得划算,建议是试算结果,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报税方式 建保费全额列举扣除结税,建保署交六种查询方法 建保署归纳出六种方法可查询去年度建保费缴费送额 以自然人凭证或完成注册的健保卡,进入健保署全球资讯网 httpswww.nhi.gov.tw点选一般民众,网络申办及查询,个人健保资料网络服务作业来查询或下载 携带个人身份证,携带个人身份证正本,至家宝的乡、镇、市、区、公所、建保署各分区业务组或联络办公室查询 在便利超商的多媒体资讯工作站,使用自然人凭证查询或下载 在5月报税期间,使用自然人凭证或已完成注册的健保卡,透过综合所得税电子结算申报软体来查询健保费缴纳金额 到各区国事局所属分局、基争所临贵据点,已注册后的健保卡查询健保费缴纳资料,并可直接网络报税 向投保的公司行号或所属工会查询,并向各扣缴补充保费的单位查询补充保费扣费金额 健保署财务组 健保署财务组科长张局之提醒,一般公司行号理论上会发给员工去年度的健保费缴纳证明,若民众因故需要自行申请,可采以上的查询方式查询 若对查询健保费缴纳费金额有疑问,可拨打健保署免付费咨询专件0800-030-598,手机需改拨0223269440洽询 5月报税记马上又要到了,如何结税省荷包往往令人伤脑筋 你一定要知道,健保费申报其实有小技巧可以省税金 对付部件保署财务组,9日提醒,申报个人综合所得税时,若采取列举扣除额的结算方式,那么健保费与补充保险费都可全额列举扣除,且不受24000元保险费扣除额的上限限制 报税小确幸 卫福部件保署财务组科长张局之指出,财政部今年放宽健保费扣除规定,若采取扣养直系亲属也可申报列举扣除 其他保险及商业保险等,每人每年可扣除的人身保险费上限不能超过24000元,不过只要是采列举扣除额,健保费就不受此限,去年缴多少就能在报税时列举多少 因此,不菲民众选择列举扣除额会比标准扣除额来得划算,建议是试算结果,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报税方式 建保费全额列举扣除结税,建保署交六种查询方法 建保署归纳储六种方法可查询去年度建保费缴费总额 以自然人凭证或完成注册的健保卡,进入健保署全球资讯网 httpswww.nhi.gov.tw点选一般民众,网络申办及查询,个人健保资料网络服务作业来查询或下载 携带个人身份证,携带个人身份证正本,至家宝的乡、镇、市、区、公所、建保署各分区业务组或联络办公室查询 在便利超商的多媒体资讯工作站,使用自然人凭证查询或下载 在5月报税期间,使用自然人凭证或已完成注册的健保卡,透过综合所得税电子结算申报软体来查询健保费缴纳金额 到各区国事局所属分局、基争所临贵据点,已注册后的健保卡查询健保费缴纳资料,并可直接网络报税 向投保的公司行号或所属工会查询,并向各扣缴补充保费的单位查询补充保费扣费金额 健保署财务组 健保署财务组科长张局之提醒,一般公司行号理论上会发给员工去年度的健保费缴纳证明 若民众因故需要自行申请,可采以上的查询方式查询 若对查询健保费缴费金额有疑问,可拨打健保署免付费咨询 专件0800-030-598,手机需改拨0223269440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